所謂不時不食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飲食習俗 好像位於西班牙加泰隆尼亞 將九蔥視為主菜食材 當地人每逢2月 有一個鬥快食蔥的比賽 除了因為在這個時候當做之外 也是為了慶祝春天的來臨 享受和暖天氣時的特別食品 九蔥要先經過原條碳燒 等蔥裡面的水分散發 放入報紙內焗20分鐘之後就可以上台了 吃的時候要直接用手拿著吃 撕走九蔥的外層 只吃中間最暖的部分 飲上滿滿的番茄甜椒醬 麥糕頭將九蔥尾部放入口才吃得豪邁 有淡淡的甜味 九蔥還有不少創意的菜式 除了做沙律之外 還會用蔥打成蓉 混合忌廉煮湯 味道清甜的九蔥和海鮮是很搭檔 用雪乳的鹹鮮擦出炸九蔥的香甜 另一邊在意大利北部的小城伊芙雷亞 在2月會舉行一個為期三日的香鏟大戰 它是源於中世紀的傳統節日 當地人會穿上中世紀傳統服裝 走到街上投窄共400噸的鮮橙 在香港亦都可以應節 食香橙主題的菜式 感受那一陣鮮的方向 作詞・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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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編曲 李宗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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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